对于前几天我们在视频当中里面 有看到了我们内政部习部长 对于国土计划法而说是造谣的事情 我也受到了很多的反应意见 那我进一步了解之后的话 我想我要提出以下几点的说明 那么第一点的说明的话 就是说有关于口水垃圾或者是造谣等等 几乎都不是宗教人士所能为 那么大部分的话都是政治人物 那么他们本身为了他们本身自己的目的 那么创造出来的 所以搞得我们整个的社会这么的乱 让我们也非常的一利 那么就像最近有一些政党的高层 因为对宗教的无知 那么来抹红宗教界 说宗教界在干预选举 我们是觉得说 如果有这个事实 我们也认为不可 你应该依法去办 而不可以 你自己不作为 那么反而把所有的宗教团体拉进去 一起陪葬 这个我们觉得是非常不治的 这是第一点的回应 那么第二点 对于这个国土计划怀 到底它的真相如何 我要请大家用心去看看法条 白子写黑字明明白白 到底是谁在造谣 那你只要去看这个法条就知道了 那么我要呼应 就是所有的宗教同仁 应当自己用心 看看你到场的地幕是什么 可以向地方政府 这个主管机关 那么去了解 那么能够及时反应 如果你本身自己的这个地幕 被类为其他的用途 那你及时反应 可能还有补救的希望 等到他本身真正实施之后 要改变可能就比登天还难 第三点的话 我们是觉得说 国家对宗教应当要有所认识 我们感觉到说 过去的很多的政治家 常常在呼吁 希望公务人员要有宗教家的精神 宗教只讲什么 宗教只讲奉献 对不对 讲牺牲奉献 对不对 宗教不是一个利益团体 那么宗教呢 都是配合的政府 我们也常常听到 政府的长官在说了 这个政府的资源有限 那么民间的资源无穷 尤其所有地方有发生灾难的时候 都是宗教人士 这个跑第一 对不对 那么前前后后所有的问题 宗教人士呢 这样子无私无悔的 那么去奉献 那么最后离开这个灾难现场的 都是宗教人士 这个就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 那么可惜的是呢 我们很多的政治界的朋友 因为你本身自己在嫌疾的利益 那么你就要去牺牲这个所谓的宗教 这个形象 我们万万敢认为不妥 所以宗教到底应该怎么做 你政府应当要有一个积极的作为 能够定定了所谓的国家的宗教政策 对不对 或者你本身能够依照宪法 能够定定了一个所谓的宗教基本法 对不对 你把这个宗教基本法定定了之后 我们不管你以后是谁去执政 你就按照这个基本法 那么去定定这个宗教的政策 让宗教人士能够有一个法令可以依循 这才是对的 但是政府不积极去作为 那么老是拿宗教来消费 我们认为说这样子做是很不可起的 但愿政府或者说我们立法院的立法租公 您本身自己多用一点心 能够有国家观念 能够为国家的利益 为人民的安乐 立一些有积极性的法令 不要只光是有你为了你本身自己的考量 或者你主观意识 就要去抹黑这个宗教 就要去歧视宗教 我们感觉到非常不妥 所以借这个机会 我们也提出我们本身的遗利 那么过去我们蔡总统在还没有险上之前 第一届还没险上之前 也到了我们中国佛教会来拜会 我们所有礼监士也非常热烈给欢迎 那么蔡总统也在现场直接跟大家表达说 他尊重宗教自主 因为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他看到美国人家对宗教是怎么样的尊重 那么蔡总统既然谈到了宗教自主 是否也应当政府把这一个宗教自主的潜力 下换给宗教自己去规范 去执行 那么政府提升自己的高度 自己就是宗教如果本身做得不妥的时候 那么你在出面来处理 我认为你政府官员也不见得懂得宗教 那这样子的话也可以减少政府的压力 这是我们觉得这样来做的话是最理想的 那我们也能够如果能这么做 我相信也能够得到我们宗教界整个的支持 我们宗教界我们心中里面 我们生医师长医师 我们这一块国土 这一块国土是我们的母亲 我们没有理由不保护我们这一块国土 我们希望的是我们这个国家能够安全 人民能够安乐 这个就是我们本身最高的价值 所以希望我们所有的政治人员能听到我们的心声 那么第四点的说明 就是说中国佛教会 在接到诸方反映国土计划法的问题的时候 所以我们也邀请了其他的宗教团体 包含了道教一贯道乃至天主教等等 那么来商议 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帮助大家扫除疑力 那么所以我们办了这个北中南三场的国土计划法的说明 那么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第一个我们是希望富裕政府 能够懂得尊重宗教 对不对 我们本身只是求的一个献华 富裕宗教的基本的潜意 我们这样子卑微的去请求政府 能够依照献华给宗教一个最基本的尊重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所有的道场如果能合法化的话呢 它变成是工厂 对不对 如果它不能合法化 变成是私产 十方兼现的这个资源 应该还是要用在十方上面 对不对 那么如果你本身自己不当它这个合法化 它变成私产 这个责任谁要负责 这是政府没有积极作为 应该要去负这个责任的 所以我们希望政府能够有认清这个道理 那同时呢我们这个事情跟内政部 这个缓映邀请习部长能够来跟我们指导的时候 内政部也很积极 那么直接的跟我们表达希望能够合办了 这个所谓的佛教交流以及参访 我们也很乐意 为什么 因为我们站在宗教本来就是支持政府 对不对 只要能够怎么样去进行安定社会 那么进化人心 这个本来就是我们的天职 所以我们这个活动下来 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 第一个能够消除各界遗历来整合意见 提供给政府能够去做参考 第二点的话 能协助政府做法令的先导 能够促进宗教能够永续的发展 把台湾的宗教发展的经验 能成为世界宗教发展的一个借境 这个不就是一个台湾政府应该感到非常荣耀的事情吗 那我们这样的积极的做 怎么到最后我们得到的报酬 却是说造谣 所以这一点上面 我们也感到非常的疑惑跟失望 所以我们这样子的表达了我们的声音 希望总统能够听得到 更期待我们内政部长也能听得到 宗教绝对是支持政府 我们绝对能够为了国家的安定 人民的安乐 我们宗教界绝对是政府最后的霍盾 希望我们的心声 也能够让所有的长官听得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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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